小雪台风虽然路径边缘扫过花莲地区 索性为造成些许灾害 而凤林镇的水源路到路边种满了许多大树 在强风的吹拂下 造成几棵的树木倒塌 不过幸好没有造成任何的灾情 而在正宫所派清洁队人员协助清理之下 当地的住户也能够顺利通行 并未造成任何的灾害以及损失 小犬台风今天8点20分左右亮过额鸾笔 不仅是今年第二个登陆的台风 也打破了近5年来台风登陆台湾的数量以及记录 带来的瞬间风雨虽然会造成花莲地区大型的灾害 不过也让许多地区的清洁队员忙于救灾 凤林镇的水源路就造成了路边的树木倾倒 凤林镇公所派出清洁队员 协助当地里长清理道路上的青岛树 台风还没来风大雨大 然后把我们水源路的树吹倒了 我们的流信民众向我通报 然后我打电话通知我们灾害应变中心 因为我们凤林镇有灾害应变中心 我传了相片上群组 然后所长立刻派人来 在20分钟内就到达 然后开始清除 还有我们的蔡信 蔡大哥 我们的灵长 他开着他的小山猫来帮忙 然后迅速的清除完毕 非常感谢我们的凤林镇公所 还有我们的灵长 中央气象局也指出过去三小时 台风的强度有稍减弱 台风继续朝向西北溪移动 其暴风圈正笼罩花莲台东等陆地 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 仍维持250公里 记者凌杰 凤林镇彩帮忙到